有很多東西霧搭起來是很棒的 口感是非常棒的 用蔬菜和塑料融入各種天然香菜 經過適當調理 這項塑造百匯 就是一道既下飯又美味的菜色 那我用的都是一些大豆蛋白跟小麥蛋白 然後這樣小朋友吃起來又好下飯 然後又有營養又健康 我們總共有五道菜 這五道菜就是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 讓他來調配 每天都有一道的主食 讓他可以很下飯 先吃一點這個 然後再配飯 南投埠里在月底將舉辦建教大拜拜 因此全鎮都會摘戒吃菜一個星期 由南投縣議員和縣府教育處合作 舉辦蔬食餐點製作研習 邀請專家前來指導學校廚工 料理出好吃又健康的蔬食餐點 可以真的多學幾道 我們這樣子很我覺得很OK的蔬食 這樣小朋友搞不好會很喜歡 因為他們從小吃如果吃習慣了 要叫他們改變也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你要用心煮他們就會感受得到 學校廚工們藉由這一次研習學到 精油專業講師精心設計的五道蔬食餐點 兼具營養美味希望學生們吃得更加健康 也藉此改變大家對傳統蔬食的刻板印象 提高接受吃蔬食的觀念 人間衛視台北南投綜合報導